徐征荣获金鹿奖 观众对药神忠诚永一角的认可 让他看到了电影《未来的希望》 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很大的鼓励 甚至感慨 好演员的春天真的到了 从媒体反馈的现场照片来看 当天徐征的心情可谓相当好 坐在观众席上的徐征 与成龙大哥频频互动 还拿出手机洗脸牌 而一旁的黄国和张子怡可能 也是受到了欢乐气氛的感染 看着成龙和徐征的互动 两人都笑得合不拢嘴 张子怡这次颁奖典礼上 也是获得了金鹿奖的最佳女演员奖 并在微博中分享了自己的喜悦 带着陆回家 老公汪峰更在第一时间 转发了这条微博并配文 恭喜老婆 咱家动物园快开展了 情宝也开心极了 回看一下张子怡 这些年在演艺界的战绩 确实金鸡奖金马奖金像奖都拿了 此次再加一个金鹿奖 汪峰说开张一个动物园也不为故障 而五十亿影帝黄博自然也收获颇风 今年导演的第一部电影 就获得金鹿奖最佳处女座的提名 更重要的是票房 很令人满意 每一份漂亮的成绩 背后都是无尽汗水的付出 徐征和黄博也是如此 参长不仅台下是好哥们 好兄弟 而且台上两人坎坷的演艺之路 也颇为相同 都是无法靠颜值 只能拼实力的典型 徐征的表演天赋从小就有显露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出演过儿重读幕剧 从此一颗当演员的小种子 悄悄在徐征心中发芽 顺利考上戏剧学院后 徐征以为演员梦尽在咫尺呢 可谁能想到命运都是这么爱开玩笑 大一还顶着一头乌黑绣发的徐征 大二开始就毫无征兆的大把大把掉头发 这样的情况对于一个未来的演员来说 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此后徐征开始的自己漫长的秀发救赎之路 但是过了各种生姜搓和生霸水之后 徐征终究还是得面对自己秃顶的事实 如果说一个四十岁的男人 秃顶可能还显得有些自然 那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秃顶就是另一种发风了 因秀发的陨路 徐征开始变得自卑寡言 并且演一道路也因此受挫 好在他后期找准了自己的定位 认定自己不可能往偶像派发展的徐征 努力在演技上一直打磨自己 几经挫折 从龙号开始 最后也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影谈地位 而好兄弟黄伯在演艺界的晋升之路 比徐征还要更坎坷一些 从开始在各种夜店串场找营生 到后来三考培影 最后入学的时候都二十七岁了 虽然有幸跟刘亦菲同姐 但完全是另外一个气质 演起民工来完全不用化妆的 就是这么接地气 如今再回看十年前的黄伯 又有多少人能猜到有一天 他会成为五十亿影帝和新晋十亿导演呢 上天果然不会辜负一个足够努力又有才华的人 他真的成功了 黄伯也成功了 徐征成功了 如今两位实力派演员都已经成为圈内的前辈了 在电影节上二位也表示了对年轻后辈演员的期望和鼓励 并表示自己也会更加努力地给观众带来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 我们期待吧